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个考点 所得税和折旧对现金流的影响 那么这个考点应该是属于我们比较重要的 一般来说考试它通常都是要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那么为了理解这个所得税和折旧对现金流的影响呢 我们首先注意四个基本概念 有所谓税后成本 税后收入 折旧抵税 然后我们来看怎么算这个税后流量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税后成本的概念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例题来把握一下 你看我们说上这个例6到6 他说公司目前的这个损益状况呢 给了一个表6到13 该公司正在考虑一项广告计划 每个月支付2000元 假设呢所得税的税率是25% 问一下这个广告的税后成本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看这个表6到13 比如左边这个方案是不做广告 右边是做广告 假设这两个方案其他都一样 收入啊或者其他可能都一样 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右手这个方案啊 他多了一个2000块钱的广告费 那么由于广告费的增加 使得这个做广告方案的利润 税前利润就会少只有800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如果适用的税率25%的话 那么不做广告方案给国家要交2500的税 而做广告的方案 我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税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实际上表面上来看 我们确实是我们做广告的方案增加了2000块钱的广告费用 但是大家看税后的净利润 我们做广告方案和不做广告方案对比 我们新增的广告的成本其实只有1500 对吧 就是我真正负担的这个广告成本实际上是1500 因为它使我的税后利润只是少了这个1500嘛 所以就想跟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真正有企业自己负担的成本是税后的浮现成本 所以我们给一个公式 税后成本应该是用你的支出金额乘上1减去所得税率 这是税后成本的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税后收入 虽然我们书上没有例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说两个方案 其他都一样 成本费用都一样 但是第二个方案 我的收入比第一个方案多 那你想收入多了 你是不是利润多啊 利润多你就要多交税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真正归我们的收入呢 是税后的收入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那我们再接着看啊 折旧抵税这个概念 我们接着看书上这个表6到14 你看这个表啊 它给了假一两家公司 收入 付现的营业费用都一样 但是乙公司呢 没有折旧 假公司呢 会比他多了一个折旧 所以你看 我们有一个折旧费用 3000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就会使得假公司 他的利润会少 对吧 因为你有折旧费嘛 利润就少 所以他交的税呢 你可以看到两家公司 交的税 我们这个假公司 只要交1750 而这个乙公司要交2500 所以由于折旧的存在 它可以让我怎么样 少交税 所以这块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 在算现金流的时候啊 因为折旧是非负现成本 你不要去减它 我们本来是不考虑折旧啊 贪销的 对吧 我们只是用销后收入减去负现成本的 但是你要注意呢 由于折旧的存在 它可以让我少交税 所以我们呢 就会多一块少交税的 这个折旧抵税 这个现金流入 那么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折旧抵税 这个计算 就是把你的折旧贪销额 和适用的税率相乘 就可以到的折旧抵税的数据了 然后有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就来看具体的哈 就是考虑所得税影响了这个税后的流量 那我们教材呢 它只是针对营业流量 因为应该说营业流量 是主要是受这个所得税影响的哈 但是我们在评价一个项目 是不是可惜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现金流量呢 是整个项目计算期的流量 建设期 营业期 还有终结点那个回收 那一块对吗 那我们对于建设期的 现金净流量 如果要是新购买资产 我们知道买资产不交税 但是要注意啊 一旦出现了利用原有的旧资产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对税有影响了 所以你可以帮我来看 考虑所得税的流量 我们先看第一大块 建设期的流量 长期资产投资 电池营运资本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 不考虑所得税流量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你看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谈了一个原有资产变现的 净损益对税的影响 等于说 一旦出现了利用原来的旧资产 那么我这一块 别忘了 它对税会有影响 然后大家跟我来看第二块 营业流量 那么营业流量 这是我们教材它重点谈的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啊 营业流量的计算 我们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法 那么按照这个直接法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讲的 当年的流入减当年的流出 这就是营业现金净流量 是吧 应该指的是一个 当年的流入减流出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的流入营业收入 而当年的流出呢 由于考虑了所得税 我就要多减去一个所得税 这第一个公式 我们的直接法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公式 间接法 按照间接法的话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如果不考虑所得税的话 我们的现金流量 按照间接法 就是利润总额 加上择就贪销 是吧 就是利润加择就贪销 就是把你扣着 你给我加回来 但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由于我考虑所得税的影响了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利润 加择就贪销 后面还在减所得税吧 而那个利润 减所得税 不就是税后的利润吗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按照间接法 就是用税后利润 加非复现的择就贪销 这才是第二个公式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谈 利润的那基本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税顿法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 由于存在所得税 真正归我们的收入 是税后的收入 因为收入多 你利润都要多交税 所以真正归我的 是税后的收入 然后真正有我负担的成本呢 是税后的负现成本 而对于 非负现的择就贪销 本来我们是不考虑它 因为它是非负现成本 但它的存在 能够让我少交税 我会有一个少交税的流入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加上 非负现成本抵税 所以营业流量的第三个公式 就是税后的收入 减去税后的负现成本 然后再加上 非负现成本抵税 这块呢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同学经常把两个公式寄混 你看我们刚才谈间接法的公式 可以拿税后利润 加上非负现成本 那么有些公司就说 加上非负现成本抵税 这样说行不行 不行 你两个公式别混 因为你想你在算 这个税后利润的时候 就考虑到那个 折旧对税的影响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算会计的 那个所谓利润的时候 它是收入减去 所有的总成本 然后再乘上一个 一减去这个税率的 对吧 那已经有 那折旧对税的影响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够再去加上 那个非负现成本抵税去了 是吧 就是加上 非负现成本 全部的非负现成本 那我们如果是 根据它这个税后收入 税后的负现成本 然后再去调 折旧的时候 应该是加上一个什么 折旧抵税 加上折旧抵税 是不是 这是 营业流量的三种 计算公式 他们的结果完全一样 在考试的时候呢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你看哪一个方便 就有哪一个 因为他们结果完全一样的 一般来说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公式2和公式3的 那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个 就是项目终结点 叫回收 单独的回收那一块 那么对于回收流量 包括回收电池的营运资本 这是和前面一样的 它对锁的税没有影响 还要考虑回收固定资产的残值 但是注意 多了一块 多了一块什么呢 就是回收固定资产的残值 净损益 对税的影响 也就是如果要是你的 最终 回收的残值 和税法残值 不一致的话 这样一来就可能会有一个 清理的净损益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对税 就会有影响 所以在考虑 税后的现金流量的时候 不能说只考虑 营业这一块 我们建设期的 项目终结的 都应该考虑的 那我们结合立体 把我们的税后 现金流量的确定 我们来 看一下怎么来考虑它 是吧 我们来看书上这个例子 它告诉我们呢 公司啊 有一台设备 够于三年前 现在考虑啊 是否需要更新 该公司呢 试用的所得税率呢 是25% 然后给了我们一些 其他的资料啊 大家看这个表 6到15 我们首先看旧设备 旧设备呢 它告诉我的原价是6万 税法的残值率是10% 所以它的残值就是6000 税法规定的年限是6年 已经使用3年 但是大家关键看这块 它告诉你尚可使用4年 那我们说 是不是书上给打错了呀 啊 没有 其实它是结合企业实际 对吧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 就是说那个 按照税法的规定 这设备还能使用3年 但因为企业啊 因为我的维护保养的很好 我完全可以什么呀 超零使用 我觉得我还可以用4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注意 我们既提择旧 当然是按根据税法的规定 但是我这个设备 它明明可以使用4年 那么你就要考虑根据上可使用年限 是吧 根据上可使用年限 去评价这个项目 对企业的贡献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是一个超零使用的一种情况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它给我每年操作成本8600 另外它还搞我们两年末 还有一个大修的支出 是28000 然后最终的报废残值呢 给的是7000 所以你看也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税法的残值6000 但它的最终报废残值是7000 这两个不一样 然后目前的变现价值是1万 是吧 然后也给了我们这个折旧 是吧 未来的这个有关的折旧 是按直线法提 这是旧设备的这个有关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新设备啊 它是说这个要花5万块钱买的设备 然后税法残值5000 然后呢 税法规定年限是4年 然后上课使用也是4年 每年投入成本5000 另外残值最终报废残值是1万 也是和税法残值不一致 然后它给的是年数组合法 是吧 当然我们这条题 它是给出了这个折旧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它经常让我们自己算的 它不给你折旧的 就像我们说上这道例题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折旧 大家把握一点啊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和会计不一样 会计的话呢 它就是你继续折旧 我们可以按照会计方法来继续折旧 如果和税法不一致的话 我们可以去调整这个差异 对吧 但是我们财务管理 我们又不记账 对吧 我们就是要考虑的是现金流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 我先按照会计的这个规定 我去算一下折旧 然后再考虑它和税法不一致 我再去调差异 我们就按照税法的规定 税法允许你抵多少税 我才能抵多少税 它如果不允许 我们不能抵税 就是 所以我们就按税法的规定 所以要把握一点 就是折旧的计算 始终按照税法的规定 那就像这道题 它应该说考试 它会给你说明 按照税法的规定 按照什么方法来提提折旧 是不是这样啊 那像我们这个直线法 提提折旧的话 那我们知道了 折旧 按照税法的规定 原值减残值 除以年限 我们原值6万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它给的残值率是 10% 所以乘上1减10% 然后比上一个税法的使用年限 是6年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 我的折旧 就是9000 然后我们再来看 年数总合法 那么年数总合法的话 实际上就是 我们这个按照税法的规定 这设备的使用年限是4年 那因此按照年数总合法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原值 减去残值 然后乘上一个 4加3加2加1 分之4分之3分之2分之1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其实我们比如说 像这个18000考试 是需要自己算的 那这个怎么来的呢 上就是我们的原值 是吧 我们原值是5万 然后减去一个 这个税法的残值5000 也就是 还是要按照税法的规定 是吧 就折旧 一定要按税法的规定 然后乘上一个 1加2加3加4 是吧 分之4 是吧 那就像是10分之4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一样道理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是乘上一个 我们这个10分之3 是吧 也就是1加2加3分之3 然后这个呢 是乘上一个 这个我们的10分之2 是吧 然后最后这个 是乘上一个 这一对分之1 只要是这样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 择救的方法 大家要把握 因为我们以往考试 他就考你 要自己算择救 对不对 所以要有会计基础 我们说财务管理 是以会计为基础的 我们这道题 它是给我们的 那我们现在来考虑 怎么考虑这个现金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旧设备 如果我选择的是 继续使用旧设备 那现在大家帮我来看 这个现金流量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这个设备啊 上可使用年限 应该是4年 对吧 虽然税法规定 6年已经使用3年 但是我们的上可使用 是多少年 4年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流量 我们分三大块 首先看第一块初始的流量 那么由于选择 继续使用旧设备 所以我的初始的流量啊 我们说是一个机会成本 它应该是一个丧失的 变现流量 对吧 它应该是一个 丧失的变现流量 那这个丧失的变现流量 是多少 能不能说就是我们 这个题里面 它给的我这个变现价值1万 你要注意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个是考虑所得税啊 我们前面也是更新决策 我们就是丧失的1万 但那个是什么呀 没有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如果要是考虑所得税 那你看我的丧失的变现流量 有什么变化没有 那么大家跟我来理解一下啊 我们说对于固定资产的出售 报废清理啊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会利用一个账户 就是固定资产清理这个账户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我们利用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账户 那现在大家看 我假如说我现在问你啊 我如果我要卖这个设备 如果我出售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能够卖多少钱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出售 假设我现在我要把它变卖 我要出售这个设备 那我们提上告我们 目前的变现价值是1万 所以我做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固定资产清理 是1万 对吧 首先我们就是出售这个设备 我可以获得多少 现金流入 我们说可以获得1万 确实是这样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 既然你把这设备卖了 那我的固定资产就没有了 所以按照我们会计处理 就要把固定资产的原值 累计折旧要转出 把账面净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 对吧 当然如果你是老师 我还没学会计的没关系 你可以这么想 你只要是卖设备 你得知道这个资产 它值多少钱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 等于说这个设备 原值 我们现在这条题 它是6万 已经提了三年择旧 所以它从账面上 它值多少钱呢 就只要你卖资产 我就要看我是亏了 还是赚了 是吧 那我们的账面净值 实际上就是拿 原值减去 以提择旧 既然你把这设备卖掉 那我就要把账 不定资产的这个清理 把净值给它转到清理的借方 那么像这条例提的原值是6万的 然后折旧 我们刚才已经算了 按照直线法 每年提9000 那么提了 三年的折旧 已经使用了三年 所以3927000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账面净值啊 就是33000的账面净值 对吧 那你看我这设备啊 本来是值33000 但是你给我卖呢 只卖了1万 那因此我们 是不是出现了清理的损失啊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出现了 清理损失了 那这清理损失 损失多少呢 损失了23000 因为固定资产清理啊 它是一个过渡性账户 我们实际上是要把它截平的 要把清理准失啊 给我转到 营业外的支出的 对吧 因为它卖亏了 我就要转到营业外支出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 如果我卖这个设备 对吧 所以大家看 如果我卖设备的话 我就会出现什么呀 营业外支出 那现在大家帮我对比一下 因为我们财务馆里 关注的是现金流 我不关注你这个 记在哪一个账户 我是要考虑你对我 现金流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比如举例来分析一下 假设我告诉你啊 我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我不卖设备 对吧 比如说我继续使用旧设备 我不卖设备的话 假如说我告诉你 我的利润总额 我们为了好算一点 比如我告诉你 我的利润总额啊 假如说 我说是这个10万 那现在大家看 如果我卖设备呢 你看两种选择 一个是不卖 对吧 一个是卖设备 那我要卖设备 它相比较不卖设备来说 会多了一个什么呀 营业外支出 那么既然多营业外支出 我的利润总额 是不是就会少一块啊 所以如果卖设备的话 我的利润总额就不是10万了 而是要10万减去这个 营业外支出 这个2.3万 是吧 就要减去这个 营业外支出的2万3 我用2.3万 那这样一来 大家看我的利润总额少了 我们现在来看我的所得税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对现金流的影响 我要交的所得税 在不卖设备这种情况下 我的税就用10万乘以25% 但是如果我卖设备 我的利润少了 那我要交的税呢 应该是10万减去2.3万 以它为基础 我乘以25%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想谈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 如果我选择的是卖设备 那我的现金流量 你看一个是 卖设备的现金流入 1万 也就是我卖设备的变现价值1万 这个是我的 现金流入 还有一个什么呢 你看我卖设备 相比较你不卖设备 我的现金流在所得税这块 你看我是不是少交了税了呀 所以我还有一块流入 就是少交税的流入 就因为我卖设备有亏的了 所以我要考虑清理损失 抵税 所以我两块流量 一个变价值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 因为少卖了 2.3万啊 就因为我们损失了2.3万 对吧 它能够让我少交 25%的税 所以我要考虑 加上这个 我的这个变现损失 是吧 我的清理损失啊 对税的抵减作用 这块有一个少交税的流入 那么这是卖设备 那现在我反过来 我说我不卖设备呢 不卖设备的话 那你这个卖设备的流量 是不是就得不到了呀 对吧 所以我如果说我不卖 我说我不卖设备 那你要不卖设备的话 你得把这整个流量外面 得加个符号 就是你会丧失 那个变现价值 也会丧失这个变现损失 抵税 所以在整个外面 要加一个括号 另外我们再来扩展一下 你看我们书上这个例题呢 它是卖亏了 但如果我把这个例题 给你改一下 假设啊 我们把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题 是清理损失 是吧 所以呢我的损失 我们实际上是考虑 它能够让我抵税 所以我们继续使用 说被丧失 是整个这个 这两块之和外面 加个符号 但现在我们把这个题 变一下啊 你看我改一下题 也就是我们把书上 那个例题我改了 我改这个例题 改成什么呢 就是假设我的变现价值 不是一万 变现价值四万 那大家看一下 由于我的变现价值四万 所以我的首先 我变卖设备的银行存款 流入是四万 但你再注意 我的账面 净值本来是三万三 但是我卖的时候 我卖了四万 大家看你是不是 多卖了七千块钱 因为固定产 清理这个账户 它是一个过渡性 我要截平的 所以就要把这清理收益 七千啊 给我转到营业外收入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卖设备 我出售设备 大家看 如果我卖设备的话 我的现金流入是什么 一块就是变现价值 我卖设备 我会得到四万块钱的 银行存款的流入 另外一块你要注意 因为你多卖钱了 你有了利润了 你要针对那个多卖钱 那块要交税 是吧 并不是说你卖的钱就全交税 如果我亏的本卖呢 那我损失还能抵税呢 是吧 所以并不是说 就一定要交税 我们是针对那个 有损失或者收益要交税 像这个它有收益 所以我要减去这个 清理的收益 纳税 就是如果我卖设备 我的流量 那同样啊 我问你 我要不卖设备呢 你卖设备是这个流量 那我们如果继续 使用这份备呢 这个卖设备流量 就得不到了 所以要在整个的 这个流量外面 加个符号 就会丧失 它是负的了 对吧 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呢 我们是想给大家 总结一个公式 就是说 对于这个初始 丧失的并线流量 因为在考试时候 我们是要填表 那么要有符号的 流物是正 流出是负 那我们这个丧失的 这是机会 突然是流出 所以呢 它应该指的是什么 是丧失是负的 负的 然后大家看 你注意 我是在括号里面 括号里面 我会丧失什么呢 一块呢 是变现价值 我会得不到 是吧 还有一块 我会丧失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原来亏了 是吧 我如果有一个 变现损失 你得考虑这个变现的损失 或者你的清理损失 怎么说都行 就是你卖亏了 人家本来是账面上 值三万三 你只给我卖一万 我卖亏了 是吧 那么损失能够让你少交税 所以呢 我们少交税那块流量 你也得不到 但是我说 不一定永远都是卖亏了 所以你看 我说变现价值加上 变现损失抵税 或者是减去 对吧 没准了 可能加也可能减 或者是减去什么呀 就是变现收益 纳税 然后你在整个的外面 你要给我加个符号 这是我们谈论有关 继续使用 旧设备的初始流量 它实际上是一个机会成本 负的 但是括号里面 变现价值加上 变现损失抵税 或者是减去变现收益纳税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初始流量计算 然后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列这个公式 你看在考试的时候 对于变现价值啊 它一定是给你的 但你到底是变现的损失 还是变现的这个收益 这个要自己去判断 那么什么叫做变现损失 什么叫变现的收益 实际上我们指的是 把这个变现价值 和账面净值去对比的 对吧 就是账面上值多少钱 那你卖了多少钱 你把这个变现价值 和账面净值去对比 看它卖亏了还是赚了 那我们书上这条例题呢 因为它的这个变现价值 它告诉我们是一万对吧 而账面净 它给我的是三万三千 所以那你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卖亏了呀 亏了两万三 所以我们这块就是损失 抵税反而是加 但你注意 我在整个这个流量卖面 加符号是丧失的 那现在大家帮我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表 六到十六 你可以帮我来看表的 这个前两行 就是我们继续使用 就特别的流量 那我继续使用就特别的流量 那我继续使用就特别 我会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机会成本 首先我们会丧失 是吧 其实我要严谨点 我可以把书上这个 我给它强调一下 是丧失的 我会丧失 就是为了变现价值 付的一万 另外我还会丧失什么呢 它的变现损失抵税 但你看我刚才给大家 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是 多卖钱了 我的变现价值四万的话 我的变现收益纳税 我们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就是 要给它 成了 正的了 是吧 反而是付付为正 成正的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同学经常会问 是吧 老师你看 它既然是变现损失 抵税 那你为什么 你的现金流量 还加个负号啊 因为是丧失的 机会成本 因为你没卖 没有卖的话呢 当然你就 丧失了这一块 变现损失 抵税的流入 那如果我们是 变现收益纳税呢 因为我没有卖 我就不用纳税 我反而是正的 是吧 所以为了避免 这个太 太二口了 不好记 你就按照我刚才讲 是付的 然后整个括号里面 是变现价值 加变现损失的抵税 或者是减去变现收益纳税 整个外面加付号 所以说前两行 可以并在一起 考虑流量 是吧 就是丧失了变现流量 这是我们谈第一块 是吧 就是继续使用 设备出使这个流量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块 营业流量 那么营业流量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的公式是 税后的收入 减去税后的付现成本 再加上一个 折旧抵税 那么你像我们 教材上 这个旧设备 这个例子 你看它的这个有关 营业流量有什么呢 它有一个每年的 操作成本 8600 另外呢 我们说没有什么 收入了 是吧 还有呢 两年末 有一个大修之初的流出 此外我们还得考虑折旧 我们的公式就是 税后的收入 减税后的付现成本 再加上 折旧抵税 但在折旧 抵税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把 我刚才讲了 折旧按照 税法的规定 来考虑提折旧 你不能多提 超零使用 我们不能再 再去提折旧了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呃 就是营业流量 这一块 是吧 那我们在 确定的时候 呃 公式 还是我们谈的 那个公式 啊 一般对于更新决策 我们喜欢用那个 税顿法 那个公式 税后收入 减税后付现成本 加上折旧抵税 但是因为我们 没有相关的流入 所以税后收入为零了 但税后的付现成本呢 一个是一到四年的 每年的税后付现成本 还有就是第二年 没有大修之初 另外别忘 大家看我这块强调 一定按税法的规定 我们这个设备 还能提几年折旧呢 提三年 所以折旧抵税 要按照税法的规定 来考虑这个折旧抵税的年限 那只能抵三年了 是吧 我们只能抵三年 所以大家可以 再接着看我们书上 这个表 六到十六 呃 你可以跟我看这个表 就是 它的这个时间 就是中间这一列 你像每年的税后付现成本 它是一到四年 而每年的折旧抵税呢 只能抵多少年 抵三年 两年末 大修成本 当然都是只是税后的 是吧 那我税后的大修成本 那我们 就是一个 持连指标2 所以它为了求限值呢 你可以帮我看后面这个 就得说是 这个第四列了 你像这个3.17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我们的所谓 P-A 利率是10% 期数为4的 而这折旧抵税 因为我们只能抵三年 所以我这个上去是 P-A 利率10% 期数为3的 对吧 而底下这个0.826 因为是两年末的嘛 所以它是 相当于是 1加10%的 负二次方 或者P-F 利率10% 期数为2 对吧 就可以直接把流量 和限制系数一层 就可以得到我的限制了 实际上是这样 这是谈有关 我们的营业流量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项目终结的回收 对于项目终结的回收呢 我们知道 例题呢 它告诉你 就是税法的残值率 实际上是 10% 那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旧设备来说 那么就是 我的原值6万的 6000 但是呢 它呢 最终残值 给的是7000 那其实我们 一样的道理 大家看 对于固定资产的 出售 报费 清理 我们也是要利用什么呀 这个固定资产 清理这个账户 所以大家可以 先帮我来看一下 那现在 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设备啊 最终残值 这是已值的 我们可以卖7000块钱 所以我做的 快递分路 我借银行存款 代于固定资产清理 我卖了7000 但既然你卖了7000块钱 然后我们要注意 只要你要卖设备 你就要考虑 我是亏了 还是赚了 所以就要和 把这个最终残值啊 和税法 规定的 账面 净残值去比 那么这税法 规定账面 账面积残值 怎么来确定呢 因为像我们这套例题 因为它已经是把这个 6年的择就都提完了 所以你这个账面 净残值的计算 其实有一个通用公式 永远都都不会错 还是这个原值 减以提择就 对吧 还是原值减以提择就 像我们这套题 比如原值是6万 对吧 然后你择就提了几年啊 按照税法规定 要提6年嘛 所以6乘上一个9000 你看是不是6000啊 那其实像这种 已经把责就都提完的话 就是税法的残值 是吧 你看我按照税法的规定 那我们这个残值率10% 那就是6000了 是吧 然后这样一对比 我们多卖了1000块钱 所以它是清理收益 那既然是清理收益 它会增加你的营业外收入 你的利润总额要增加 那你要给国家要交税的 所以这样一来 我的回收的流量呢 两块 一块的你得考虑 我的最终的残值的流入 是吧 我要考虑最终的残值 另外呢 因为我们最终的那个变现残值 要比那个账面的 净残值多 多卖钱了 所以是清理收益 所以你就要减去一个 这个清理收益纳税 是吧 也就是你的这个 当于我们所谓残值的 这个净收益 要交税的 你多卖那块钱 你要交税 不是说只要卖东西 就要交钱 如果亏的卖 亏本的卖 那我不要交所得税的 只有当我多卖钱了 是吧 多卖钱那块 我才要交税 是吧 那我们同样道理啊 也不是说永远都是 清理收益纳税 比如我把这条题改了 大家看 我也是改我们数量例题 我改一下例子 怎么改呢 我告诉你这个 我把它改成最终残值呢 我们是4000 比如我给他改题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的最终残值是4000块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也是先做这个 清理的有关 账务处理的话 借银行存款贷 固定产清理 那么4000 但是我们说 只要你卖设备 你得看 亏了还是赚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对比这个 税法规定 这个账面净残值 那就是我们像 我们这个账面净残 税法规定是6000 是吧 6万的16000 这一看就亏了 少卖钱了 本来值6000 你只帮我卖了4000块钱 所以我会损失2000 因为这是 固定产清理是一个过渡性账户 我要截平它 对吧 那我这个损失呢 你要帮我转到 营业外支出的 固定产选 对于业外支出 多了 会导致你的利润总和少 既然我们利润总和少了 我是不是要少交税啊 所以这样一来 我的项目终结的这个流量啊 第一个要考虑 啊 我们这个最终的残值的流入 是吧 也就是我卖废铁 我卖多少钱 那这个是我的现金流入 是不是 我得考虑最终残值流入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条题是卖亏了 是清理损失 损失让我少交税 所以我还要考虑残值的净损失 抵税 是吧 就是不一定有点是减啊 或者加 你关键是看 多卖钱少卖钱 如果多卖钱要交税 我们就减去 少卖钱呢 损失抵税 那就加上 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公式 就是项目终结回收的残值流量呢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我得考虑最终的变现残值 另外还要记住要考虑什么呀 残值的净损失抵税 或者是残值的净收益纳税 是吧 如果多卖钱了就要纳税减去 损失抵税加上 一般来说考试的时候 这个最终的 变现价值 有最终残值 它一定会告诉你的 这个是已知数 但是究竟你是多卖钱 很少卖钱要自己算 我们这里的残值净损失或者净收物值 是把这个最终变现的这个残值 比如说我们知道立体 它告诉我们 最终残值是7000 和税法规定的账面净残值 那你像我们税法规定残值是6000 把它俩相比 你看多卖钱了 就是残值净收益 少卖钱就残值净损失 是吧 要自己去分析是损失还是收益 这是谈最终 残值这个流量这一块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继续使用就是被初始的流量 和项目终结回头的流量 就公式很像 公式很像 只不过你初始那个 就是丧失的流量 它是个机会成本 所以就把这个公式 整个外面加一个负号 是丧失的 而等到项目终结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卖掉了 对吧 你看因为我们初始是要继续使用 这个被我不卖 因为不卖它 所以我把这公式外面 要加个负号 等到项目终结呢 我就是要把它卖掉了 那我们就不是丧失的了 就不用加负号了 所以其实这两公式 你可以综合起来记 只不过初始 那个是机会成本丧失掉的 项目终结就是要把它卖的 就是要回收的 这是谈的有关 我们这个终结点的流量 这个原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你看我们表最后两行 残值的线收入7000 然后呢 因为我们多卖钱了 所以要交税 所以要减去收益纳税 所以它是负的 是吧 也是把和那个系数去相成 因为它是在第四年末嘛 所以这个0.683 实际上是我们的 福利限制系数 P-F 利率百分之 其数为四的 然后你可以把各年流量 和有关的系数 是吧 相成相加 就得到的各年的 现金流量的限制和解 这是谈的有关 继续使用的 旧设备 那我们再来看购置新设备 我们还是看我们这个书上的例子 我们来看新设备的资料 新设备的初始 买价5万 它目前的变现价值也是5万的 对吧 因为它现在就是新设备嘛 当然它就是你现在买 就是要花5万 然后又告诉你 税法残值是5000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它的相关流量 对于新设备来说 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我初始要花钱买它 我要花5万的 是吧 然后我们要考虑第二块就是营业 营业流量也是税后收入减 税后的负现成本 加折旧抵税 但收入没有 但税后的负现成本多少 5000 是吧 所以我得考虑每年 要考虑税后的负现成本的流出 5000乘上一减25% 但是别忘了还得加上一个什么呢 折旧抵税 那么还要考虑折旧抵税 那么对于折旧抵税呢 我们这条题呢 它那个新设备啊 它强调的是年数总和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是吧 我们已经怎么算了 那你看 第一年是18000 第二年是13500 第三第四年也都各不相同 那你这个折旧抵税 就得每一年都是各自不同的 对不对 在算流量的时候 我们的公式还是税后的 有效于 它的每年税后负现成本是一样 但它折旧抵税各不相同 对吧 这是营业流量 那项目终结呢 项目终结 大家可以看 税法的残值是5000 但最终残值是1万 你是不是多卖钱了呀 本来值5000的东西 你多卖了5000 所以我们除了要考虑 最终收回1万 你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呀 残值的净收益纳税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来看啊 我们对于这个新设备的这个流量 对于初始流量就是我们的设备的投资 是吧 因为买新设备嘛 就是零食点 买资产 是吧 我们说对于新资产的话 就不用考虑税的 只有当 就是说这个使用旧资产 才考虑这个所谓机会成本啊 才会对税有影响 是吧 零食点就是付的5万 然后我们的营业流量呢 对于付现的操作成本 每年都是税后的 就是1到4年 是吧 但是折旧 我们刚才分析 他每年折旧不同 所以折旧抵税 在各个十点 各不相同 那么到了项目终结呢 这个残值 最终的残值是1万 但因为你多卖钱了 是吧 本来账面净值是值5000 但是你卖了1万 是不是多卖了呀 所以你要考虑净收益纳税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有关 新设备的这个现金流量 这就是我们谈有关 新设备的流量 实际上它也有一个 就是大家注意到把握的一点 只要是你的 就是最终残值 和税法那个账面净残值不一致 你就要考虑 对税的影响 那现在大家跟我回忆一下 你看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介绍这个有关 更新决策的那个流量的时候 我们就前面那个 624 没有那么麻烦 是吧 也是更新决策 但是没有那么麻烦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看我们可以把新设备的 各年流量就可以算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大家看像我们说上这个例题 比较简单 因为你可以看它这个 新旧设备啊 上可使用都是四年 既然都是四年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 给它平均到每一年了 年限相同 就可以直接拿 现金流出的总限值去比 看哪一个 现金流出的限值小 那就选哪一对吧 所以这是谈的有关 我们书上这个例子 那现在大家再帮我看一下 我们这个 以往所讲的这个 例6到4 这个例6到4啊 也是更新决策 但是我们前面好像都特别简单 是吧 没有像这个题怎么那么麻烦 为什么我们前面简单 而这个 就是例6到8个难呢 是因为我们前面 例题没有考虑所得罪的 那现在大家看 我们同样还是教材 这个例6到4 但是我把这双例题 我给你改了 我给它改题 我怎么个改法呢 我补充一个条件 假设公司适用的税率25% 然后假设我们的最终残值 和税法残值一致 那你看同样是这样立体